那跟大家講鑑定點就是 本燈打開之後 正常的LV 正常的LV 太害怕了 那正常的LV的話 大家好 我是BONBAN 那今天臨時拍了一支影片 那這支影片是因為 上禮拜 我們被匿名的粉絲團 說我們 衣果精品是賣假貨 那一直以來都是 我被人家告 也告了很多次 今天非常開心 心靈驕傲的 對 我告了他們 然後再來就是 剛好上禮拜呢 我們粉絲團也整理了一些 網友對我們 精品這個行業 最多的疑問 今天我們在片中 會一一跟大家說明一下 首先 我針對我們今天片中 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提告的部分 好 那我先說 事情發生的經過 就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公司有舉辦一個就是 海外的直播 然後就在海外直接連線代購 那當時有賣了一款 香奈兒的墨鏡 那那個墨鏡其實老實講 這個價格壓非常低 所以可能也是 因為這部分大家認為是假貨 那這個價格其實老實說 是當時店家 為了促銷我們直播人數的增長 所以直接放了一個就是 低於成本價格 首先因為 這個 匿名的投稿 第一個嚴重懷疑是價格的問題 那這價格我可以跟大家講 的確不可有這價格 因為這價格是店家自己自砍價格賣的 第二個呢 他是認為說 直播上面看起來的影像 跟官網圖片不一樣 那 這個後來我經過那個 專業的網友去幫我分析 因為我一開始也看不出來 我也覺得 怎麼會真的長不一樣 這麼奇怪 害我自己那時候動機有點擔心了 結果後來發現不是 很多網友都跟我們講說 他鏡像的問題 所以很多網友把我把照片給翻轉之後 就跟 官網陰模一樣 然後再來第三個問題是比較嚴重的問題 也是比較大家不知道的問題就是 那個 匿名的網友有 直接說明到說他認為字體的粗細啊 以及說 細緻度感覺不一樣 那的確 我跟大家說明一下 其實以往在很多的精品商品的 官網圖片 是絕對修圖跟P圖過的 所以你看到的照片圖片一定都會比較漂亮 甚至連顏色都會不同 因為像今年有一款 LV的衣服 應該說他明明是藍色的 然後他偏偏在照片呈現出來是顯示A色 那是因為修圖過 那實際上他實際的衣服本身也是藍色 官網圖片的確可以拿來做參考 但是沒辦法來做對比 希望大家去了解這個事情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官網為了預防 假貨的蒼菌 他們不會把圖片做得非常擬真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因為 通常官網在發售新商品的時候 官網圖片會先在官網上出現 但食品還沒在時機店面販售 官網的部分他們就會擔心說 會不會假貨 會不會比他們先把貨發出來 所以在照片上面 他們不會做到完全擬真的感覺 這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點 這部分就是我對於這個 匿名的網友說我們賣假貨 但實際上他認為假貨的原因 其實根本就是沒有存在 提告是針對於 靠北直播主這個粉絲團 首先我沒有對那個匿名說我們賣假貨的人 提告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我覺得他或許真的不知道 然後或許他也真的不懂 包括下面留言的人 也非常多就是跟風講話的人 但支持我們的人也非常多 我也很感謝 所以對於留言的 跟匿名說我們賣假貨的 我都不提告 我主要提告的部分是靠北直播主 因為我在 事發當下不到一小時內 提交了所有證明 跟文件 跟官方的說明 去給這個靠北直播主的 版主上面留言 甚至他都有回覆我 但 他採取的態度就是讓我覺得說就是 他沒有在理由我們店家要澄清的一切 他純粹就是想抹黑 想要毀謗的感覺 那好死不死 我在前兩個禮拜 有蠻多的那種賣廣告的 賣媒體的 就跟我講說 你們依果精明有沒有需要 一些網軍啊 一些流量啊 在我直播的時候 甚至他有提到說 我印象中非常正確 他有說假如說有人毀謀你的時候 我們去派我們網軍去幫你澄清 這些留言的 可是我那時候覺得說 我們家親者之親 根本不喜歡這種東西 而且直播我做了七年來 我從來不買人數 因為我覺得 沒有意義 我不在乎人數有多寡 不在乎大家看的心情而已 所以呢 我就直接了當拒絕啊 當下那個口氣也是非常不爽 結果 隔壁一個月就發生這種事情 那經過我調查之後 我發現 這個靠北直播主 又在經營一些有關賣流量的東西 那這個是不是屬實 我不知道 但是經過很多網友 透露一些訊息給我知道 就是 剛好來詢問我需要買廣告的時候 時間點非常密切的相關 所以我嚴重懷疑說 他們是不是利用這種方式 網路霸凌 甚至讓我覺得是網路的流氓 去要增加他們自己業績跟收入 然後去打擊一些正常的店家 那我覺得這個事情是非常不可取 所以 我這邊嚴重的 對他們提告 而且只告他們 不管他們是用任何方式 我也不會妥協 就是 我絕對告到底 就這樣 那 這部分的詳情 我覺得就是交給司法去處理 我在影片中就不多做說明 因為 我覺得我提供的證明 跟一些文件都非常的清楚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回答網友問的問題 很大一部分人 對於這樣直播代購的平台 感到非常的不信任 他很怕去買到假貨啊 畢竟有連千億這樣的前車之鑑 第一個問題呢 就多人說你長得很不像這個精品咖 是什麼樣的狀況 才讓你去接觸到精品啊 我對這個第一個疑問比較奇怪 我不像精品咖嗎 我覺得我蠻像的啊 我覺得我穿得蠻質感的啊 好啦 可能是因為我覺得 進步精品咖這問題是 存在於因為我刺青 如果沒刺青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我相信蠻多網友都知道 我之前有提到過說 我在做這份工作之前 本身就是在百貨公司工作 那我在百貨公司工作的時間 大概也五年到七年說之間 在專櫃的期間 其實就是有接觸各種精品的工作 那我帶過Hugo Boss Downhill 那也帶過LV 但是LV那時候其實實行人員 沒有做很久 各大精品其實的模式其實都差不多 因為雖然說我們不常 我們不是在那個貴 但我們也常常去跟那些貴的人聊 所以久而久之 漸漸就會對精品產生興趣 這是一定的 那畢竟你在百貨公司那麼久 而木欄之下 我用的商品也都是在百貨公司用 所以 對精品就是一直在持續的使用跟 喜歡去逛 甚至是踏入這行的原因主要是因為 那個時候我在做專櫃的時候 其實是已經年資滿長了 已經五年上了 所以大家應該都也知道 就做酒其實都滿懶散 其實也沒什麼事好做 都是叫就是其他新進的菜鳥做 然後那時候交了一個女朋友 那個女朋友呢 就也滿閒的 整天就是也不用 也不用做什麼事就整天來找我 我就覺得很納悶 奇怪 他都不用上班嗎 詳細問了之後才知道說 他是在做代購 因為他年紀也不大 我那時候也覺得 你怎麼有辦法做代購 然後他才跟我講說 就是他在幫代購店 然後拍照宣傳 在他自己的粉絲團上面 等於說是買空賣空的動作 那那時候聽到他這樣做的時候 我就想說 欸這工作好像滿不錯的 就跟他一起做 因為我覺得他做的沒有很好 老實講 那時候覺得 因為他可能還年紀小吧 就是對於廣告行銷啊 媒體社群發佈啊 甚至一些文字敘述圖片拍攝 我都覺得 沒有我本來做專櫃的經驗這麼豐富 所以那時候就叫他做 也順便也一起做下去 跟他陪他做到一個月到兩個月的時候 他的業績翻了應該有十倍以上 所以那時候我覺得說 這個行業真的滿好賺錢的 那只是不幸的是 就是那時候就在一起 兩個月就分手了 那分手了之後呢 我本來就想說就繼續在辦公上班 那個時候 因為機會下來 他那個做代購的店的那個老闆 就是他幫忙代賣那個老闆 他就說我覺得你很適合做這一塊 你要不要試著幫我賣賣看 所以我那時候想說 反正我上賣也很閒 所以那時候就在2016年的時候 我就創立了一國粉絲團 然後一開始是做美貨 到後面做到歐線的商品 大概流程就是這樣 上一集有稍微提到不同品牌 進貨的模式不同啊 那能夠我們詳細說一下 你實際去進貨的流程是什麼 相對這個也是讓大家更了解 不要說代購 應該說我們家到底是賣真的還是假 這些事情 那實際上代購的進貨方式有滿多種的 我先講幾個我目前就是大綱總列出來了 第一個所謂就是我們會請買手 在國外各個國家 不僅只是台灣 亞洲地方日本甚至泰國韓國香港 去專櫃買東西進來台灣給我們販售 就是所謂的買手制 就是有一些人是專門在國外 甚至他剛好出去玩 會買一些東西來給我們賣 當然有沒有價值 可能就是你資格的店家 你要去判定 這商品有沒有溢價呢 這商品有沒有 匯率的差價呢 你這商品是不是 爆紅款之類等等的 所以你去判斷說這商品要不要買 那第二種呢 當然就是有專門人住在國外的 也就是我的員工 我在法國 英國 美國 意大利 德國 亞洲區沒有 亞洲區因為我自己可以保 所以不需要我員工 所以這幾個國家都是有固定的 一到兩個員工 是直接長期住在那的 他們直接在當地 跟Sales 店經理以上等級的人 有一定的交情 只要有進新貨 只要有到貨新的商品 會優先通知他們 然後他們會幫我們撥貨 進來台灣 其實跟買手概念一樣 但是不一樣是他們是長期在國外 那那些買手是屬於比較散的 就有才有沒有就沒有 那接下來就講到貿易單的部分 那貿易單部分也有分亞洲單跟歐洲單 那亞單部分通常都是從香港發出來 因為很多精品的代購來源 都是從香港這邊發出來的 那但是香港也近期也發生蠻多次意外 因為相對像台灣我就發現 蠻多店家都跟香港拿貨 但是都拿到假貨 因為他們沒有去判定出來 那這個也是蠻麻煩的地方 貿易單的產品就在於就是 比較屬於二線品牌 我舉例像 也不能說二線 也是比較知名大牌 但是沒有這樣這麼上一層就對了 他們是有貿易單的產品 他們有一些可能他們的公關部門 或是他們的行銷部門 會去放貨出來 給我們一些就是外面的貿易公司 去發售給一些代購去訂購 我們也知道兩季後會發售什麼商品 我們先付30%的定金 去一定下來一定的商品的數量 當然每一張單都一定有商品的 就是一定有金額限制 可能一張單一個品牌 可能是500萬 600萬300萬不一定喔 怎樣選擇香港還是義大利呢 主要是金額大小 香港的金額會比較小 那義大利的金額就一定要更高 因為他們直接對到就是更上一層 所以目前的代購方式 就主要就是這三種來源 那你說你對的都是貿易公司 不是對的是直接的那個原廠 那你要怎麼保證這些貿易公司 上賣的都是這麼貨的 你說因為講實在 我們也做了六七年了 先撇除都前兩年了 我是在做美牌 等於說配合五年 剛剛你在配合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要求這個貿易公司 提出的商品一定都是要有 出貨賺品出貨單 然後我們都有打合約 所以這些商品都是 只要出問題都是 原廠公司要出來背書的 那以及說 我們基本上 不管今天商品從哪裡來 進到我店裡面 其實所有商品都是經過驗貨的 所以我一直可以確保 我們家的商品沒問題 就是因為 我們人員把關的非常嚴重 然後我們是非常重視這個問題 因為 我覺得代購只要一次出問題 這變成的信運都沒了 所以商運非常重要 我們家本身台灣有自己 台灣建立的人員 我們還會送香港 大陸 再各建立一次 我們要三個 都通過 商品沒問題 這才是沒問題的商品 只要一個人 認為說這商品有問題 這商品我們都直接推回去 所以這也是 我對我自己的商品 有百分之百信心的原因 那為什麼有些爆款的商品 在專櫃的家總是缺貨 但是在 常常在網路上看代購的時候 實際上都是有現貨的 就我們的買手金 在當地 甚至跟Sales 都已經有很密切的接觸 我們會把錢 第二個是買手 盡量讓他去買 這個Sales想要賣的東西 那當然 所有的爆款的商品 都會在我們手上 大家也都知道 買到爆款 或買到一些熱門款 人家是說靠運氣 但是說真的不是靠運氣 靠的是你的財力 因為你沒有買到一定購買的量 Chanel啊 Hermes啊 這兩個品牌最明顯嘛 大家都知道 你怎麼可能Sales 會拿出這些商品給你買 所以這些商品最後都買到哪裡 但是我們代購手上 換句話說 也不能怪我們代購 因為我們是幫你省掉配貨的錢 你為了買一顆包 40幾萬 你買配貨買200萬 我相信你也買不下去 那這些東西是交給我們處理 200萬配貨我處理 那這40幾萬東西 可能變到60幾萬 你也是少花的那些錢 但這些東西是我們幫你去吸收 去幫你去消化 但是 這邊有一個聲明一點 你運氣好的時候 還是買得到 但其實機率非常低 可能100套不會有一套 有沒有一些更實際的方法 就是在我買了之後 我可以去確認說我買的包 是正品 其實老實說 現在網路上教學非常多 那其實我自己看是 都是片面的教學 說你們也可以去採用那個方式 但是說實在 我覺得你們看了 其實自己也不會安心 那一直以來 我強調的就是店家嘛 那店家其實是一個蠻重要的店 那以及說販售人員是誰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方式 那如果說真的要講到一個比較 安全 又讓你可以更加信任的方式 辨別說這商品有沒有問題 介紹大家一些小方式 但這方式我是很怕 我是很擔心說大家流傳出去 他會靠北我 因為我在增加大麻煩 好 所謂第一種 假如說你買的是一些 裝櫃的一線品牌 是他有附著我保養的那一種 像香奈兒啊 LV 愛馬仕啊 直接送去裝櫃 剛才說我要保養 如果他願意把你的包收去 保養的時候 其實你就不用太擔心了 因為 裝櫃如果遇到是有問題的包 他們是不敢收的 那還有一個更簡別的方式 這個方式我覺得是最有用 最簡單的 就是呢 你把包拿去賣 大家應該都路上二手店很多吧 沒有二手店沒關係 現在當鋪都在收精品了 這個大家應該都知道 拿去當鋪拿去二手店說我要賣 他一定會幫你驗貨 他才敢收 因為他收走才到來正貨 那他沒收走代表假貨嗎 也不一定 因為現在台灣的鑑定基礎 蠻爛的老實講 就是程度沒有到這麼高 所以我會建議說 你可以拿兩到三家 去多比 多去看 都賣得掉的話那代表一定是正貨 所以這個方式我覺得算是比較有用的啦 目前台灣沒有鑑定機構是司法認可的 那你剛有提到送去國外鑑定這個動作 那你可以告訴我們這個鑑定師看的 跟我們一般人看的有什麼不一樣的 好 那我這邊跟大家稍微說明三個品牌 分別是愛瑪士 香奈兒跟LV 那因為我之前在疫情前的時候 我其實有在也是有鑑定師資格 只是因為鑑定資格是每三個月半年都要 做一個復驗的動作 那因為我已經沒復驗 所以不敢說現在 到非常厲害 那以我們之前上課 跟以及我自己掌握到的鑑定師的資訊 先跟他講一下愛瑪士這個 因為當然有很多細節 他沒辦法一一講解 那我先講一個就是大家比較不知道的 愛瑪士的部分有個比較簡單 然後大家也可以去我玩看的 就是你去找200倍的放大鏡 你去找你的愛瑪士有刻製的地方 所謂有刻製的地方就是像這顆柏晶 你們看上面這個刻製的部分 拿200倍的放大鏡看的話 裡面的字體會呈現出不完整 以及就是像手工刻製的 雷射的話就是假貨 字體非常工整漂亮 那接下來我講香奈兒 那這邊香奈兒有分一個是晶片款 跟一個是包卡款 那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今年的部分基本上大部分都改成晶片款 那怎麼看晶片款 晶片款就是這邊有一個晶片 內裡有一個晶片 那這個晶片的部分呢就是 基本上你在專櫃就可以很簡單 知道他是真的還假的 那目前我是還沒有看到有晶片的假貨 那未來也是不排除會有 那我現在介紹包卡款了 相當來有一種有鑑定的 那他一定顧名師一定會有包卡 那包卡有鑑定的方式 其實Google真的非常多 而且也蠻明確的 但這個東西已經 煩到爛掉了所以我就不多做介紹 主要我先介紹就是雷錶部分 因為我覺得雷錶還是目前最難煩的地方 每一個香奈兒裡面一定會有一個雷錶 假貨通常是白紙一張 加就是香奈兒LOGO 贈品的香奈兒的雷錶是要有金充麵 所以肉眼一看就知道 那再來就是拿雷射筆去照 雷錶這個東西拿雷射筆照 正常上面要出現有香奈兒LOGO 假貨的話就是一樣照出來是白紙一張 好那我現在介紹LV 一般人看到LV的那個花 這就是LV花有製乳跟花 花的中間點都有一個圓點 那這個圓點其實在一般人的肉眼裡面看 其實它是圓的 那一樣拿200放它進去看 它其實是八角形 那正常防品都是圓形 這個方法非常簡單 那我個人有一個獨家非常強的方法 也是鮮少有人知道的 就是一個非常猛的方法 就是用火燒 我們會拿出我們家的 噴燈 這個看起來蠻恐怖的 我怕燒到香奈兒 可能戴法師我要不要移遠一點 等一下燒到我會哭死 那跟大家講鑑定點就是 噴燈打開之後 正常的LV 正常的LV 是我的害怕 正常LV是防火的 大家都知道LV是防水 因為鐵達尼號大家都知道 當然LV防火這件事情應該 大家都不清楚了 那正常的LV的話 你去燒它 它是完全不會有那個燒傷的 不會燒掉的看一下 那因為我怕燒到這旁邊的毛 我就不燒旁邊去 那我們現在就拿這個就是 仿的品去做實驗 燒了會變怎樣 大家看一下 我只要燒一下它直接 冒煙軟化 會有一個很重的塑膠味 因為它這個就是皮革 就是跟LV皮革是不一樣的 這就是 夾的皮的關係 這是防品的關係 現在市面上販售假包的店家 還是非常的多 那所以這邊提醒大家 除了你選擇一間有商譽的 店家之外 細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環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結束 那很感謝大家觀看這次影片 未來如果 還想看我拍類似精品的相關知識 甚至是包括跟介紹的話 請歡迎在下方留言 感謝大家 掰掰